Full at CTICAR 就是CTICAR 就能找到我們喔 大家好我是豬哥 今天再度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覺得這台福特的Focus Wagon E82X 899的版本 是Focus裡面我覺得最划算的選擇 首先第一個就是它的外觀的部分 非常流行非常有跑旅風跟旅行車 真的現在要在90萬引擎在台灣買到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這台Focus的Wagon E82X做到了 89萬9 舊幻星只要84萬9 原來它的車重只有1380公斤 比起的旅行車裡面的Wagon Villare 1425公斤 這台車輕了45公斤 旅圈變成16吋 所以開起來格外的輕快格外的省油 真的是為了很多家庭取向的準車主來考量 它一樣是這顆直列三缸 1500cc的渦輪增壓引擎 馬力呢一樣是182匹 扭力一樣是24.5公斤 我覺得呢踩踏起來呢 高轉速之下的動力還是蠻棒的 尤其你對比台灣是90萬等級上下的日系的跨界休旅的話呢 Focus這個渦輪增壓引擎 力道飽了非常的多 就算這台車呢是89萬9的入門版本 它的COPI360呢一樣是大全配 舉凡式的車道至中車道維持還有全速域的ACC跟車 一樣它的車道線呢抓得非常的靈敏 尤其呢它中間的螢幕雖然只有4.2寸 但是呢它的資訊還是蠻清楚的 上方呢它也沒有了抬頭顯示器 Virale有 這個螢幕本身呢就是改款之前的Sync 3 而不是最新的那13.4寸的Sync 4 但是至少它有很多東西可以用 比如說它就有原廠的導航系統喔 再來呢它一樣是有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但是呢它這兩個呢都是要接線 不像Sync 4完全無線的 它有實體的冷氣面板 Virale的Sync 4呢則是整合在中間這個Sync 4的螢幕裡面